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ABT足坛的YouTube频道 那今天呢是我们新一期的赛前看点啦 那今天和平时有点不一样 我们不谈利物浦 主要谈论的是英超第四轮的比赛 曼联对垒热刺 那在这个影片开始之前呢 就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啦 就是你们觉得这场比赛的最终比分会是多少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还有很多观看影片的朋友还没有订阅哦 那如果喜欢接下来内容的话 就狠狠的按下订阅按钮来支持一下吧 好那进入正题 我们先看看两队上一轮英超的表现 那曼联方面呢 客场3比2击败了布莱顿 但是有观看比赛的朋友其实都知道 曼联这一场其实是赢得非常非常的幸运的 控球率46% 传球次数445次 比布莱顿还要少 那传球成功率也只有83% 全场只有7次打门 其中只有3次震慑 那曼联呢也真的是死里逃生啊 那最后一秒钟呢 其实裁判都已经吹烧表示比赛结束了 但是最终回看VAR 判了布莱顿的手球 Bruno Fernandez呢 一记点球帮助曼联取得了联赛第一胜 那热则方面呢 这也就没有像曼联那么幸运啦 在上一轮对了纽卡索呢 最终是1比1的合局 那纽卡索在第97分钟 以点球破门 那同样的也是手球犯规啊 那目前呢 这个手球的规则 其实是受到很多球迷啊 球评啊 甚至是主帅们的不满哦 因为手不自然扩大 其实太过于广了 但是目前呢 其实也没有多少消息指出 会做出什么改变 那热则这场比赛呢 整体来看啊 是完全沾上风的 32次打门 12次震射 66%的控球率 640次传球 而且传球成功率高达88% 只可惜啦 最后败给了手球规则 以及状态火热的纽卡索门将 Coldalo 那回顾一下上一次 曼联对得热则的比赛吧 6月20号热则主场 那热则呢 Steven Bergwine在第27分钟 打入了第一球 曼联Bruno Fernandez呢 就在第81分钟 一记点球破门 那双方呢 是以1比1啊 握手言和的 那当然啦 这场比赛呢 我也准备了五大看点 那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吧 那第一点呢 我们先看看热刺的前锋 Harry Kane 那这名英格兰前锋呢 最近在营操的状态 火热啊 那但是我说的 其实不是进球 而是助攻 那对南安普顿呢 送上了四颗助攻 给Song Hillman 那上一场对了 纽卡索呢也是助攻Lucas Moura 拿下唯一的一颗进球啊 那昨晚呢 在欧巴战场上 其实他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吧 那这一次对了曼联呢 我相信他肯定 会是热刺的首发前锋 那就让我们好好期待 他的表现 他会是Harry Kane 还是Harry De Bruyne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那第二点呢 主要谈的还是热刺 但是这个就比较可惜一点啦 也就是Song Hillman 硬伤缺症 那上一轮对了纽卡索呢 只踢了45分钟嘛 那下半场就被换下了 那热刺也已经公布了 证明韩国球型呢 是伤到了hamstring 那可能会缺症了一段时间 那在队里南安普顿 攻入了四球 成为亚洲首位球员 对不起 成为首位亚洲球员 在英超战场上 单个比赛打入四颗进球的记录 那这场无缘曼联的比赛呢 对热刺来说 就不是什么好事啦 那就让我们看看 少了Song Hillman的热刺呢 攻击火力会不会因此而削弱 好那第三点 我们就来到了主队曼联啦 要谈的呢 就是后卫Eric Bailly 那曼联首选的双中卫啦 一直以来都是Harry McGuire 还有Victor Lindelof 那最近商与归来的Eric Bailly呢 在两场的杯赛 对雷路顿还有布莱顿 都是打得特别特别的好咯 其实上一场英超赛 是对雷布莱顿呢 就有不少的球迷反应 为何不派上Eric Bailly 反而是派上了Lindelof 那或许呢 他的表现还不足以说服主帅 那上一场的杯赛呢 其实我们已经有看到 他是很有能力打手法的 那这场比赛能不能看到他出场呢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吧 那第四点呢 要提到呢 就是曼联的Donny Van Der Beek 那这位荷兰球员呢 在上一轮的杯赛打得特别棒 目前在英超战场上 其实Van Der Beek的机会是并不多的 第一轮对雷水晶弓 打入了英超处子球 但是对雷布莱顿呢 却是到了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 才被替补上场 那这一次对雷热刺呢 个人觉得他还是不会挤进首发名单啦 但是呢 他将会是social最重要的一颗棋子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那第五点呢 要谈到呢 当然是热刺的主帅啦 也就是前曼联的主帅 Jose Mourinho 那这名葡萄牙黄人呢 其实和曼联呢 是有着不少的过节啦 尤其是和Pogba的一些恩怨 那从记录上显示呢 其实Jose Mourinho 面对曼联的两次比赛 都是没有获胜的 第一次较量呢 曼联主场2比1击败了热刺 那第二次呢 则是1比1逼合的热刺啦 所以这一次呢 Jose Mourinho能不能打败曼联呢 那我们就敬请期待吧 好那现在就要来谈谈 我个人的预测首发11人啦 那曼联方面呢 个人认为啦 Oleganer Social呢 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主要还是会派出一个 4-2-3-1阵型 门将David De Gea 那后防四人呢 Aaron Wan-Bissaka Victor Lindelof Harry McGuire 以及Luc Shaw 那双中场呢 我觉得还会是 Paul Pogba和Nemanja Vatich 那前场三人 Mason Greenwood Bruno Fernandez 以及Marcus Rashford 而Anthony Marshall呢 则会主打单前锋啦 基本上 人员呢 和上一次对脸布莱顿 是完全没有变的 那热词方面呢 我个人会认为 比较难预测吧 因为 他们的赛程呢 会比较紧绷 那球员的体能呢 可能会是一个担忧啦 那我这里预测 同样也是4-2-3-1 那门将呢 就是Hugo Loris 那后防四人 Matt Doherty Eric Dyer Tobi Adelwarial 以及新领袁 Sergio Reguilon 那送中场的话 考虑到 球员的体能啦 那我预测 即将会派上的呢 是Tangun Andobele 以及Pire Emily Hojbeck 那前场三人 Lucas Moura Giovanni Lo Celso 还有Steven Bergwai 那单前锋呢 则是Harry Kane啦 好 那基本上呢 今天的赛前看点 分享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 加分享 也不要忘记 订阅我的频道 喜欢的话 留言告诉我 那以后呢 我会送上更多的赛前看点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